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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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四个回合 打得太快了 双雪神木 两个雪神木灵 现在不怕 当时16年15年的时候 雪神木这个套路刚出的时候 关键方都打过武神坛的 你们知道吗 就这个硬剑打过 丙组还是仪组的武神坛 而且还灭过福战队伍 后面大家渐渐的熟悉了 关键方这个套路 知道这个套路怎么破 然后渐渐的渐渐的 雪神木的话就只能够在建会舞台上 或者华山的舞台上保持点胜率 在正式的大赛里 这套阵容的话是用不起来的 玩意